大家这几天看新闻 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其中一个区 突然间人气非常旺盛 哪个区啊 东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条很大的桥 港珠澳大桥就刚刚通了 很多这些一日的旅行团 就来一来过一条桥 去到东涌落脚就走了 突然间这个社区就热闹了很多 我想近年来 在我们国内来的旅客 其实越来越有不同的节目 以前来到可能是海洋公园 迪士尼啊 但是现在国内越来越流行 一种叫深度行 就不是我们教会有个服事 叫深度行 那个深度行 深度行就是说 深入到香港社会生活的层面 这样是旅游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香港人怎么生活的呢 例如我们很喜欢行山 我们放假的时候 可能去露营 现在发现有时你长假期 想找地方露营都好像逼劫了 很多人都会来这儿体验一下 原来在国内有很多这些网站 是介绍如何深度行 其中一个地方介绍 我想你都想不到 是香港的法庭 不知道是不是呢 因为香港有几套几受欢迎的剧集 是不是 就是都是说法庭的 香港也是以法治文明 所以有些网站都介绍 香港的法庭是怎么样的 拍照片放在网上 可能有人就有样学样 今年有两宗案件 都是有人在法庭上拍照 最后是被控告藐视法庭 其实为什么拍两张照片都这么严重呢 而究竟藐视法庭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件事情 那些答法会议员都很重视的 曾经都在立法会里 质询过律政司 其实什么叫做藐视法庭 怎么样判的 究竟藐视法庭 而律法师给的答案就是 其实藐视法庭 其实对于保障香港的法治 让我们的法庭仍然是有这个被尊重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什么叫做藐视法庭呢 就是如果法庭颁出的法令 那些人不遵守的 这些就是藐视法庭 或者是对法官谩骂的 没有根据这样去侮辱的 那这些就是藐视法庭 就是藐视法庭 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段经文就是 大卫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被先知拿丹 说他藐视神的命令 如果大卫是藐视神的命令的话 他是藐视谁呢 其实他是藐视神 就正如当人是不遵从法庭的法令的时候 其实他是藐视着整个司法制度 好 那我们一起读一读那段经文 不过在读这段经文之前 我想给大家一些背景 我们已经来到 《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和第十二章 在第十一章那里是讲到 大卫南征不讨下 就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基本上不用他自己在前线打仗了 他的军队在前面打仗的时候 他可以在他自己的皇宫里面 一直睡到日上西山才起床 有一天他就睡到日上西山才起床的时候 在皇宫的屋顶那里散步 无意中望望出去 看到在一个屋里面 有一个女士竟然在那里沐浴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妇人 他就打定一下 原来这位妇人是他军队 有一位叫乌利亚的军人的妻子 她的名字就叫拔士巴 而乌利亚就正正在前线为他打仗 但是大卫竟然趁这个时间 就派人将拔士巴 接来皇宫和他通奸 大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周围的人都不敢出声 都不敢将这件事透露出去 但是谁知道过了没多久 拔士巴就派人和他说 他竟然是坏了印 那就惨了 一坏了印这件事 就拔不住了 那唯一怎么做呢 他就想着一个想法 就是叫乌利亚回来 然后很体贴他 跟他说不如你回家吧 他想着如果乌利亚回家 将来那个宝宝 那些人都会认为是乌利亚的 谁知道乌利亚是否收到疯 还是他真的很体贴 就是他在前面的同袍 他怎么都不肯回家 尽管在皇宫门口睡觉 他都不肯回去 那终之大卫没办法了 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他前面的将军元帅 约压 就叫约压来打仗的时候 就将乌利亚去到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你们全部的人撤退 让敌军杀了乌利亚 他就是用一条这样的借刀杀人的诡计 去除去乌利亚 接着下来的那段经文 就是先知拿单 是用一个很考灭的方式 去责备大卫 使得大卫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而是向神认罪 好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段经文 是撒母义记下十二章一至到十五节 我想请姊妹先读单数节 弟兄读双数节 早请姊妹先 耶和华 父拥有极多的牛群羊群 有一客人来到这附庸那里 附庸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只招待来到他那里的女客 却取了穷人的小母羊 招待他来到他那里的人 他必须偿还小母羊四倍 因为他做这事 没有怜悯的心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刺给你 将你主人的妃笨交在你怀里 又将以色列和由大家刺给你 若还嫌小 我也会如此这半家配刺给你 你用刀击杀客人乌利亚 又取了他的妻子为妻 借阿门人的刀杀死他 耶和华如此说 汉阿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笨刺给你身边的人 他要在光天化日下与你的妃笨同寻 大卫对那单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那单说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那单就回家去了 那单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 他不是直接就是 喂 你做错 而是用一个故事 首先看到大卫都认同 当一个人已经拥有很多的时候 他仍然都是贪心人家所有的东西 甚至不择手段去夺过来 当大卫认同一个这样的问题是罪的时候 那单才是跟他说 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所做的就是跟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人 就是一样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卫不得不认罪 而他被那单责备 最核心的一句说话 就是他藐视神的命令 在这句十二章九节那里 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那个字原文 这个字不是单单是命令 其实是说话的意思 神的说话可以是命令 可以是一些的参议 所谓参议就是 可能建议这样会好一些 或者建言 换句话说 神的说话 无论是命令好 参议好 或者建言好 其实是想我们好 还是想我们坏 当然是为我们好 但是如果我们单纯将它理解成命令 有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 我们的命令就不用想的 你叫我做 我就做 当然 如果我们去想一想神的命令是什么 就更加好了 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神不叫 不说 我们可能都会去做 所以当 那丹是说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我相信 如果我们将它理解成 你藐视耶和华的说话 就是换句话说 你有没有想一下 耶和华跟你说过什么 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去说 我们应该是怎样去做 我相信这样 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不是单单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一些命令 大卫自己也是这么说 大卫在诗篇十章三和四节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恶人以自己的心愿自夸 贪财的背弃耶和华 并且轻慢他 四节是说 恶人面带骄傲 不尋找野和华 他的思想全无神 大家想想 如果一个人是无神 会不会就是 好像大卫所说的 他心里骄傲 不尋求神 当我们无神的时候 只要人看不到 只要人捉不到 在我权力下面 我可以做什么的话 我就会做什么了 会不会啊 很多时 当我们心里无神的话 我们所考虑的就是 那样东西对我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没有后果的时候 很多人很多东西都做得出来 所以有时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败 其实大卫就是去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他仍然有些考虑 他都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面子 所以他都要用一些方法 除去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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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想想 神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 神是怎样命令我们的呢 而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 那什么是最重要呢 就是自己喜欢做什么 自己喜欢做什么 所以在大卫这件事里面 他知犯下这样的罪 就是放纵的情欲 第一 睡到黄丝白眼 第二 起了身 无所事事 在屋顶周围望 但是看到一个容貌美丽的妇人 就是被她吸引 接着就泥足深陷 一步一步 就成了越来越大的错误 在新药里面都是这样去跟我们讲 当我们好像夏娃那样 是围着眼目的情欲 围着我们肉体的情欲 围着我们今生的骄傲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犯罪的原因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当我们出现问题 离不开几样东西的 走息财气 是不是 这些全部都是跟我们的情欲有关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以为自己很聪明 迈弄自己的骄傲 甘心的骄傲 就是好像大卫这样 当他知道拔士巴坏了人的时候 他就用他自己的小聪明 用他自己的方法 尝试去处理这件事 他就是叫乌尼亚回来 然后想让乌尼亚回家的时候 整件事就好像解决了 但是当这件事解决不了 他就一步俗而不修 不择手段 最后用方法 是将乌尼亚杀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罪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以为我能够搞定的 我们可以将那件事情 去掩饰的 之后就没事了 我就不需要承担那个后果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骄傲 所以在创世纪 夏娃的问题正正就是这样 一开始 他被眼目的情欲 令那棵树亮起来 而且令人有智慧 所以一行一书也是这么说 很多时候的问题 正正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甘心的骄傲 正正是我们以为自己有聪明 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罪 就是引致另一罪 大卫先是通奸 之后是再杀人 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说一个大话 一个简单的大话 但是我们要用另一个大话 去掩饰之前的大话 一个大话 又一个大话 这样去掩饰 大家不知 记不记得 在1995年 是有一宗挺大的新闻 就是英国一间成二百年的银行 因为一个普通的期货交易员 是让一间这么大的银行 而是要倒闭的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其实这个交易员 是只有二十八岁而已 那他的做法呢 就是当他一宗交易 亏了的时候 那为了他自己的表现好一些 他就将这些失败的投资 就放了下去 一个自己做出来的 作出来的一个客户的户口那里 那然后就期望呢 他可以下一单赚回 然后就可以去 去掩饰上次亏了 谁知那一年 就折二连三 就很多的财 在财经界的大新闻 最大的问题 就是日本的地震 而他就正正买了 很多日本的期货 那天他知道 不行了 整间公司都亏不起 那唯有走 在他来说 他如果一早 亏了一点 他立刻就 承认 那问题可能没有那么大 正正就是 他想 是一件 一个方言 又去 掩饰另一个方言 到最后 是无可挽回 也都有时候 有一些的心理 就是说 反正都失败了 是不是 一件糟 两件位 是不是 那便继续 很多时候 罪就是这样 罪不会是单一 一单的罪 会引致另一单罪 我们都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 一位弟兄 叫袁又谦弟兄 他本来是一个牙医 在美国的时候 他是美国的一个华人的牙医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前同性恋者 因为他以前那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开始吸毒 开始吸毒之后 他就开始反毒 然后到最后 就要坐牢 所以就是说 很多时候 罪是会让我们泪足深陷 一罪 引致另一个罪 当然罪的后果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他是得罪神 得罪人 在十二章二十七节 当大卫做 十一章二十七节 大卫最终之杀了乌尼亚 取卖是巴的时候 大卫做这件事 是得罪了 谁 乌尼亚 得罪了 神 因为耶和亚 将他这件事 眼中看为恶 为什么是得罪神 因为神是 传言的美善 传言的公义 大卫作为 神所 高立的王 竟然在神的眼皮下 做这些罪恶的事 而罪的另外一个后果 很多时候就是 让我们和一些坏人 同火 泥足深陷 在这件事里面 大卫写了一封信 给他前线的元帅 约压 就叫约压 把乌尼亚 派到前线那里 然后让他被敌人杀死 约压 以话不说 非常配合 这个任务 完成得非常之好 约压是一个什么人呢 如果我们看回 十号二纪下三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约压是一个 为了自己的好处 是不择手段的人 怎么说呢 他在第三章的时候 虽然 在第三章23至27节 约压是没有大卫的命令之下 杀了一个叫阿萨克的人 而这个阿萨克 为什么他要杀呢 就是因为 他杀了约压 他自己的兄弟 换句话说 约压是不在乎 大卫的命令 是要保留这个人 他自己就因为自己私仇 而杀了他 而在这件事里面 约压也都不问情犹 总之大卫 叫他杀 他就杀 是不是忠心的表现呢 我们看来也不是 因为在 撒母书记下23章里面 当大卫的儿子 压沙龙半变之后 半变被杀之后 大卫回回耶路撒冷 但是大卫就重新 是阴点过另一个人 是做他的元帅 就叫阿玛 阿玛 阿玛 而约压呢 在路上遇见阿玛 就假设和他很友善 就是找机会杀了阿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约压绝对不是一个忠诚 也都不是绝对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在一件这样的罪行上面 大卫就是和约压这些人 一起同火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正是这样 他是不可以随去弱压 因为在道德上面 他已经是破了残 所以之后 他也都是尝到 同弱压 同火的后果 最另一个后果 也是影响家人 在十二章十节那里 纳丹跟他说 他说 现在都见 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而且 神会在他家中 兴起灾黄去攻击他 而且将他眼前 将他的妃品 似给你身边的人 更加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与他的妃品同寻 我相信一个这样的判决 或者一个这样的后果 我已经很惨了 但是最糟糕到最后 是什么人 是造成这样的后果 是他自己的儿子 压沙龙 我相信这件事 是令到大卫最痛心 但是为什么会是造成这样呢 作为一个父亲 大卫 如果他的家中 家人的眼中 他也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之后发生什么事 之后 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 暗恋 因为暗恋 他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他马的时候 甚至是奸污了他 但是他竟然 只有一个生气 什么都没有做 当他是这样的时候 唯有他马自己 他马的哥哥 压沙龙自己 就去复仇了 就是杀了暗恋 就算是这样 大卫都没有做到什么 他只不过在一段时间 他不见压沙龙 但是最后 他也是很提拔压沙龙 所以最后 当压沙龙叛变 他逃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他自己造成 所以我相信 罪不是只要 我们自己要承担后果 很多时候 我们影响我们的家人 特别如果我们有儿女 也都和言其他人 好像这里提到 就是他的妃笨 之类 还有比如好像 乌利亚被杀的时候 也都不是只要乌利亚被杀 若压是乌利亚 和其他勇士 一起 被派到前线的时候 就是因为大卫 一个这样子私的理由 都是被杀的 所以罪 不是只要我们自己去看 我们自己会有什么的后果 而是我们看到 的确是和言家人 和言其他人 很简单 我想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些问题 难道的 不是只要你自己有问题 很多次大耳窿就上到你家 去找你家的麻烦 所以我们要看到 罪的后果的确实是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怎么可以随去罪呢 在刚才我们读过一段经文里面 是什么样大卫之序的 首先 是因为 拿丹 去到他面前 用一个故事来跟他讲 所以拿丹可以讲 是他一个提醒 我们很多时候说 我们有圣灵保卫师 保卫师其实是什么意思 其实保卫师很多时候就是 他随时的提醒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对于大卫来讲 他有先知拿丹 是作为他的保卫师 作为他的随时的提醒和责问 让他是知罪 在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有我们的保卫师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约翰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我的孩子们 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乎那里 我们有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另外在约翰封音十四章十六节 耶稣受难被钉死 在升天之前 他也是这样跟他门徒说的 是十四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 我要求父 父就刺给你们另外一位保卫师 使他永远以你们同在 大家看不见这个中保 和保卫师原文是同一个字 是吗 Para Cortos 保卫师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提醒 所以主耶稣 他不只是说 他现在在库尘的右手边 是为我们代求 他在世的时候 是他的门徒的教导 的提醒 但是他现在 亦都是猜派了圣灵保卫师 是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 随时的帮助 所以其实 我们首先 因为神的恩典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是不知道那些是问题 那些不是罪的 因为我们是有圣灵保卫师 去提醒我们 而我们知道是罪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认罪 认罪 而是要悔而能改 所以我们看回 在《十母义记》 十二章五到六节 虽然大卫当时 他还未知道他在说的是他 但是他知道这个故事里面 那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在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他必须常还 小母羊四倍 因为他做这事 做什么呢 没有怜悯的心 换句话说 他知道 对罪拉尾 当他说他是得罪了神的时候 是因为他是没有连闻的心 罪和爱 其实是两个的对立面 罪所考虑的是自己 罪要满足的是自己 但是爱要考虑的是对方 爱要满足的是对方的需要 所以当我们说要知罪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 不是只知道自己错 而是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自己对对方有什么伤害 我们怎样可以重新建立彼此的关系 所以在《撒母书记》下十二章十三节 当拿丹说 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 大卫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是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 而当他知道 是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耶和华就除去的罪 换句话说 神就是宽恕了他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约翰都这样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去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罪的除去 首先一件事就是 我过去的罪 我首先需要被赦免 需要被原谅 但是最重要的根源就是 我们要知道 其实所有的罪 根源就是我们藐视神的命令 大卫犯罪的根源就是藐视神的命令 所以大卫的罪要被除去 他就是要去敬畏神 当我们去敬畏神 也都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时候 我们真的去听神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去遵从神的命令 而不去犯罪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已经有主耶稣作为我们中保 我们过去的罪的而且确 因为耶稣作了赎罪制 我们已经被宽恕 已经被赦免了 这个是除去我们过去的罪和罪咎 但是我们要从根本上面 是去除去罪 我们不犯罪 就是好像《一汉一书》里面这样说 我们是要遵守神的命令 唯有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才确实认识它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命令不是盲从 而是说我们要去听 我们要去明白 当我们去听 我们去明白 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才跟正认识神的属性 祂是真真正正的那位 恩慈 怜悯 信实 也都是完完全全美善那位神 我们这样才叫真正认识祂 如果你这样认识一位 完全美善的神 你会不会爱这位神呢 我上证问 我们爱神 是因为神是完全的美善 祂是恩慈 祂是公义 祂是怜悯 我们因为祂属性而爱祂 当我们是这样去爱神的时候 我们自然想 是好像祂那样 所以 若翰和我们说 遵守祂的道 爱神的心 确实就在祂里面达到完全 而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而且确在祂里面 在祂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从内里面 是被神所改变 而我们是不犯罪 我相信今时今日 我们都不可以不犯罪的 有没有人说可以 你今天已经可以不犯罪的呢 都没有什么 谁举手 但是 若翰的确确跟我们说 我们是可以不犯罪 当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就不可以犯罪 我们就会不犯罪 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神里面 我们忘记了神 我们甚至为了 放纵自己的情欲 我们自己的骄傲 而我们藐视神 好吗 我们一起低头 有个祈祷 在祈祷里面 我愿意大家都在 你自己的位置里面 我们 求神的带领 省察我们自己 我有没有藐视神 我有没有寻求神 我有没有听祂的说话 我有没有思想祂的说话 我是不是真的爱神 我是不是愿意 神在我们里面 圣灵保卫师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提醒 建立我们的生命 建立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似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主我们就是这样的祈祷 奉主耶稣 着耶稣當中 靠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